近年来 我国已经成为了菲律宾最主要的水果出口市场 菲律宾也准备向中国寻求更多的合作 据悉 应中国邀请 菲律宾总统将于8月28号至9月1号到访中国 在此期间 菲律宾计划与中国签署五项协议 涉及贸易和基建的合作 这五项协议预计价值可以达到数百亿美元 数据显示 中非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557亿美元 同比增长8.5% 在水果方面 我国成为了菲律宾的第一大香蕉进口国 共计进口了127万吨香蕉 事实上 除了进出口之外 菲律宾的基建项目也有中国的身影 此次的南铁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看来 菲律宾希望在基建领域获得中国更多的帮助 相比之下 作为菲律宾的邻居越南 却依然沉浸在短暂高速增长的喜悦当中 而无视了当前的经济困境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 一时的经济繁荣并不值得炫耀 保持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环球热点 财之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